娱乐转圈圈 《青春有你2》出来的艺人 以前饰演员的余舒兴 参加了选秀节目 作为《子九成员》出道 性格开朗活泼的她 在《青你2》中圈了很多的粉 出道之后 跟随组合进行了很多舞台表演 余舒兴不是专业的唱跳爱豆 但是声音甜美 也很有辨识度 与她的个人形象 非常的符合 近日 余舒兴作为《青春有你3》的助讲 再一次参加《青你的》节目 从参赛者到嘉宾 余舒兴参加这个节目 想必有很多感慨吧 近日 余舒兴在个人的TY短视频平台上 发了一则舞台直拍 大家都知道 都有门什么话都敢说 余舒兴发的这一个舞台直拍 成功被旁边的伴舞小姐姐给抢尽了 在余舒兴的该短视频下面的评论前排 居然都是在说 我竟然觉得伴舞更美 并且这个评论还获得了上千的赞 处于评论区的前排位置 评论区 话说 有一个伴舞好美 看来不光是一个两个人这么觉得 这位伴舞小姐姐 算是成功抢尽了吧 于舒兴的这位伴舞 小姐姐的确很亮眼 脸小 头小 而且身材还很好 不想抢尽 都难养 微博上有网友说 这个伴舞小姐姐的外形 很像一个韩国爱豆 尤其是头小 脸小的 这个特区 很像SM的新女团 Estor的成员 柳志敏 别说 一旦 接受这个设定 看这个伴舞小姐姐 真的越看越像柳志敏 2000年出生的柳志敏 是Estor的核心人物 也是Estor的舞蹈担当 出道之初 因为黑料被全网黑 大家对她的言 也是真香 柳志敏的脸和头是真的小 但是她其实又有着 168的大个子 而且身材 凹凸有致 并不是干别类型 Estor是一个 走AI类型的女团 很多人 一开始想不通柳志敏 为什么能在SM出道 现在很多知道了 柳志敏其实是 最符合AI概念的成员 她简直就是 人间AI 大肠腿 天鹅井 该有肉的地方 都有肉 最重要的是 脸是发胀脸 完美地符合 AI的定义 于书星的伴舞 小姐姐和柳志敏 有一个共同性就是 他们都是属于头小 脸小的人 不得不承认 脸小的人 在同矿视频 同矿图中 的确就是要吸睛一点 另外两人的身材 都是高挑 而且风雨有志 看起来瘦 但是挺有料的 这种人 就是天生适合舞台的 艺人的镜头一般 都会放大脸型 毕竟被镜头对着拍脸 还那么小 这已经就是 无法超越的优势了 你们对柳志敏的颜值 和长相真香了吗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